法院指控2008至2018年 赖小民担任银监会办公厅主任 华融党委书记 副书记 董事长 总裁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等职务期间 利用工作便利非法收受财务 共计17.88亿余元人民币 赖小民当庭认罪 据财新网报道 办案人员在赖小民家中搜出2.7亿元人民币现金 其母亲收受礼金高达3亿元 此外 赖小民是中共十九大后 首位官方认定涉重婚罪告官 据报 赖小民有100多套房 100多个关系人 100多个情妇 其中几十位来自华融内部 任子公司高管 赖小民2018年4月17日落马 2019年2月被起诉 据报 赖小民是江派权贵家族白手套 也是曾庆红势力 在大陆和香港商界的台面人物 2014年10月 华融入主港股天行国际 由香港亲王张德西创立的天行国际 变为华融金控 中共资本入主跨境平台 而现任香港新界总商会会长张德西 被认为中共地下党组织重要势力 挺梁任英 香港黑帮清官会主要头目 均来自新界总商会 而清官会被指 听命于曾庆红掌控的610办公室 新唐人记者严希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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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